我的唐乔逆和我的名字 一名金人 两米四 两米七 八 初哥 有人欺负我 是谁在欺负我弟弟呢 你这孩子啊 你们这个节目的技能介绍 只能写两条 我还有隐藏技能 不得了 只能写两条 所以你的主打技能是 记忆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运冠军邓亚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部长刘春荣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挑战裁判团的三位裁判员 他们是国际科技技艺大师张兴荣 健美操世界冠军赵明 CBA篮球运动员马勇 欢迎各位 欢迎大家 今天的挑战马上开始 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那就是 多彩少年奋勇向前 在请出第一位少年挑战者之前 我想先问问大家 特别是泡泡 你小时候体育成绩怎么样 我还是很不错的 我一直特别喜欢体育 尤其是足球 是央视主持人足球队的一员 是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少年挑战者 体育成绩特别的优秀 我就知道刚才你问我是抛砖引玉 对 关键是他有一个外号很特别 叫小弹簧 小弹簧 怎么讲呢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赶快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少年挑战者 姓名洪一鸣 年龄十一岁 身高一米四七 所在地区广西桂林 特殊技能弹簧腿 体能指数八颗星 弹力指数爆表 表达指数两颗星 主持人好 各位嘉宾老师好 好 欢迎小弹簧同学 似乎不太善于沟通 平时不是很爱说话是吗 是的 有点 我会尽量要求多说话的 会尽量要求自己多说话 现在就给你这个机会 来做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 有请 大家好 我叫童一鸣 今年十一岁了 我来自美丽的广西桂林 我的外号叫做小弹簧 好的 咱们就从这个外号说起 为什么叫小弹簧呢 因为我的弹跳力 和我的名字一样 一鸣惊人 结合得很好吧 还是挺会说的 我就很想见识一下 究竟怎样的 一鸣惊人的弹跳力 对 而且我们现场 我跟你讲 就不缺体育健将 有世界冠军 有篮球健将 有奥运冠军 在他们的面前 你有没有会觉得 有一点心里没底 有点害怕 我觉得一点都不害怕 是吗 我觉得我很厉害 你觉得你很厉害 你敢不敢跟他们比 我当然敢啊 当然敢了 哎呦 当人笨啊 你往那儿看 咱身高一米四七 对吧 嗯 你看那个马俑龙老师 这身高 那大长腿 对 你看 你还是坐下吧 赵宁老师 哎呦 这个我跟你讲 有没有感觉到压力扑面而来 我不怕 不怕 那咱想比个什么项目 你定跳远 那大长腿你敢跟他比啊 当然啊 好 那敢不敢应战 二位 肯定敢应战 来 没问题 有请二位 我们啊 派出了我们整个嘉宾团当中 实力最弱的两位 老师 老师好 很有礼貌 来 跟老师握个手 哎呦 我觉得两位老师往这儿一站 我都感觉到一种压迫感 对 是吧 这视线 来 来 咱比一比 可以 我要站到这边 不 你看看 哎呦 马勇老师身高是 一米九七 一米九七 一鸣同学身高是一米四七 身高上咱有五十厘米的劣势 对 此时此刻 一鸣同学想要反悔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我们嘉宾老师已经上场了 气氛已经轰托到下来 对 来 上道具吧 来 好 现在正式比赛要开始了 哪位想自告奋勇 第一个 一鸣先来吧 好 好吧 好 七个也好 我们没有压力 好 来 做好准备 两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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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非常明显 对 还在这个两米四的 两米四 线的这个外沿 这个成绩自己还满意吗 不满意 不满意 平时的最好的成绩 大概是多少 两米四 两米四 差了两厘米 比赛当中发挥成这样 已经还是很不错了 没准他们成绩不如你 你还是第一名 对不对 二位谁先来呢 我先来吧 好 我们把马老师 最强王牌放在最后 让我压力会小一点 小一点 赵鸣裁判 加油 加油 刚刚一名是两米四 两米四 马老师加油 我已经有点 我已经有点 已经有点 电池都跳出来了 我们看一看 从我们目测的角度 我觉得可以认定为 两米三 话筒影响了我 话筒电池 有点击滴滴 话筒有点拖后腿了 是吧 好 那么我们赵鸣裁判员 腾记定格为 两米三 比我们的一名同学 是整整差了十厘米 暂居排名第二 是的 那我们全村的希望 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我努力 紧张吗 紧张 紧张 腿那么长 能不紧张吗 这是一场 特别不公平的较量 对不对 应该把身高差减去 或者把腿长的 这个差距减去 才合理 小心话筒 抠后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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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米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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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主要是靠吐长撑的 韩黄还是你 韩黄还是你 所以我就输嘛 一名 你一上来就是说 挑战我们这么强的裁判员老师 我就觉得有点草率 有点自不量力了 那现在呢 我要代表我们嘉宾团的成员 非常高兴并且自豪地说 在和一名同学的 力定跳远的较量当中 我方取胜 来给自己掌声鼓励 有点顺势不武的感觉 哥哥 有人欺负我 是谁在欺负我弟弟呢 这个孩子啊 不是 原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是吧 主持人 你好 两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一名的哥哥 今年24岁 来自广西桂林 现就职于南宁市 银海上海学校 是一名体育教师 中学还是小学 是中学 中学的体育老师 难怪你一开始这么有底 敢向我们发出挑战 原来自己也有后援团 就是我们要知道这大哥哥在场 我们刚才就不那么嚣张了 是吧 原来咱真有帮手 来看一鸣的眼神 哎呀 现在已经得意多了 觉得心里很有底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 咱们这都是世界冠军 这专业的球员 你有把握吗跟我们比 我们靠实力说话的 那您想比的是什么 在哪里摔倒了 刚刚弟弟不是和他们比拼 这个力定跳远吗 那我们还是比拼这个力定跳远 哦 这样吧 刚才咱们跳最远的多少 2米78 2米78 这样 及格线就是2米6 要达不到的话 我们就没必要出山了 好吧 那我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啊 感觉到来者不上了 我要准备了 好 准备了 跳出场地 成绩无效 成绩无效 无效 没有开个玩笑 这个谈跳远太厉害了 这个大家能看到吗 我们这个是3米 3米的点 他刚刚已经不止超过3米 就跳在这 3米1左右 对 现在很尴尬了 不是 这一名同学啊 这刚刚他说了不太擅长表达 可能没来得及说 今天自己不是一个人来的 然后我们就着急麻花的 就得意起来了 结果现在你看人说我 还有个亲大哥 这一下你看咱怎么办呢 泡泡 那咱们还敢比吗 这个 已经很明显了 树叶有专攻 我跟马老师的项目 都是往上跳的 对 他们是应该是专门练 必定跳远的 但是你注意 既然是比拼 总是有赢有输 那么赢了 当然我们给掌声 给赞叹 给欢呼声 输了是会有惩罚的 对 那各位老师 我们会提一个小小的一个要求 要两位老师配合一下 那个弟弟 念一下那个起跳的高度 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 行吧 这个可以 弟弟 你想怎么整呢 想怎么整 介绍一下 三位老师 想怎么整 怎么整 要整谁 三位老师坐在跳远垫上 伸直脚 我和哥哥 从三位老师的跟前飞跃过去 明白了 明白了 就从我们身上跳过去是不是 对 他就加了一个障碍物 就有点像马俑老师扣篮 隔人扣篮 那种感觉 明白了 那你是让几个人坐在这儿呢 三个人 三个人 就从起点这个地方坐就可以是吧 你觉得是哪三位坐在这儿呢 马俑老师 很荣幸 我被点名了 还有呢 赵铭老师 赵铭老师 接受惩罚 还有一位呢 邓亚萍老师 看到了 对 场外指导 这把我们的体育界这样全笑上来了 场外指导 请上场 所以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是 从三位老师的腿上面跳跃过去 来进行这个练习 是吧 对 一鸣 你练这个起跳高度的这种 立定跳远练了多长时间了 一个月 我才练了一个月 那有 有风险 我觉得有风险 那个马老师 马老师这腿 你还比赛呢 对 一鸣 要不是我换到那儿我不比赛 没 我换到那儿 我换到那儿 我已经退役了 没事 那就这样 我觉得第一次大家先挨得紧一点 先看一看我们一鸣的实力 如果说呢 有很大的这个 终于量的话 我们再调整 来 一鸣 轻松跳到的应该是2米15 还是非常好 那这么看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稍微地再 加一个人 放松一点 还是加一个人 泡宝哥 我觉得不合格 再加上就好像 加我不合适吧 加我不合适吧 那 那你看这场上加 还加哥哥吧 哎呦 哥哥自告奋勇了 来 行行行行 我逃过一劫 哈哈哈哈 四个人我觉得有点悬了 四个人 哎 我能 因为他的那个高度 哎呦 哎 哎 我们还没准备好 这时候如果有第五个人 敢坐在那个地方 那我就扶了他了 张老师快来张老师 哈哈哈哈 张老师 裁判团里 张老师是这样 你特别能记清楚 孩子的动作要力 然后坐在哪呢 最合适 最后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 有请我们的张兴容裁判 再凑一凑 这回我知道 为什么哥哥刚才 这么快就坐到 第四个位置了 对 战得先机是对的 咱们再紧凑一点 这带马 带马后 这样子吗 对对对 这样不行了 不行不行 这样不行 再往后做一下 对 要不他那个脚筋 脚筋 捧脚筋 捧脚筋 不要赢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哇 哇 哇 这个虽然是在 两米大概一八一九的样子 但是 感觉也是非常惊险 泡泡 提问 你觉得还能再做下一个人吗 我觉得 本着这个 安全的原则 我们毕竟是在做节目 咱们还是算了 问一下一鸣哥哥 就刚刚一鸣的这个发挥 已经是他的最好水平了吗 对 之前在家里面 从没有尝试过 真的 没有尝试过这么多人 对 对 已经是实现了自我突破了 我们也很荣幸参与了 见证了 当老四文配合了弟弟还有我呢 配合完他还得配合你 对 那需要怎么配合呢 我的挑战的话 七到八个人都没有问题 他又把男主角 也是从我们身上飞跃过去 对 飞跃过去 七到八个人 咱现场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男同胞 对 挑战吗 欢迎 欢迎刘老师 自告奋勇 太棒了 太棒了 您那个看来在嘉宾席上 看的是这个非常的激动 是吧 对 因为要保护邓老师 我看邓老师已经快受不了了 我看他心脏了 先上几个人呢 上 先上 六加一 七个先 一 二 三 七个 一共七个人 那就刚好六加一 七个人 我个人觉得 就像腿长的吧 放在最后相对安全 因为人家要打新赛季呢 你真准备要废了他 他要马上打赛季了 你们俩得出一个 出一个 我俩出一个 我觉得就是你 那管彤姐穿这裙子也不方便 谢谢李姐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要是不上 就有点太不合适了 是吧 行 我再最后一个 那咱们排位吧 自愿 本着自愿的原则 自愿 要以这个蓝线 对 咱一定坐得紧点啊老师们 挨紧点啊 那我挨着一人坐吧 我们小 我的栋梁我们再往前坐 对 咱腿靠得紧点 再紧点 对 对 对 人可以前后坐 我们可以往后坐一点 这样就是不挡 身体不挡 就是把腿放在前面就可以 对 稍微往后推一点点 往后推一点 往后倒一点点 然后哥哥现在状态怎么样 需不需要吃点什么补充一下 不用了 我给你稍微捏点心 好 喝点水喝吧 神部往后坐 没有啊 对 没有问题是吧 那会过去了 好的 往前点 好 我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不用了 还更有难度 好 这样可以 这样你反而高了 我觉得这高度太高了 这样 这样 不用 合理利用比赛规则 不用 我跟你讲泡泡 刚了更危险 他倒是正好是弧线的下面 我觉得 还可以再加人 还可以加点 好 再加一次更难的 可以 就这样吧 谁出的这个主意 哪个导演设计的游戏 哪个导演上 对 导演本人亲自上 哪个导演 这么有才 赶快上来 你怎么还带一个 用这个贪文 快来 好 让我请 让我请 还是心疼我 导演 还是心疼我 什么意思 导演 你那意思是说 还加个熊 先把熊放上 然后再让泡泡做 是吧 那这个三个人 我也有新的赛季的节目 要主持 说这意思是吧 觉得 我这屁股很 已经坐到三米了 没事的 我觉得这个难度 还是可以的 这就相当于八个人了 泡泡 谢谢你 今天非常的有男子气概 八个人 否则就得火上了 哎呀 关键也没办法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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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放心 好的 来 准备了 准备 准备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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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了 安全走路 安全走路 没事 没事的 没事的 我刚才其实 非常心里很平静 哈哈 应该还是没有难度 没有 感觉应该没有难度 还可以挑战一个 还可以挑战 没人了 没人了 没有人了 没有 就是在跳跃的过程中 在空中进行一个180度的转体 没必要 没必要 有的尝试 就是必要性不是很大 对 我觉得 那这样 那你尝试吧 这样吧 这样吧 嗯 这样也可以 转力 还有转力 对 加油 加油 没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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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好 好 好 真好 好 好 哦 好 哎 太好了 在 就是有一个滑场的动作 就跳完落地之后转 转成180 你这样 我们看一下 办动作回放 好不好 太厉害了 我这样 头那人怎么那么激动 可以当表情包了 这些表情好经典 说苦了 恭喜你荣获表情包 荣获表情包 最佳表演技巧 怎么样 各位老师 刚才觉得我们这个表演 大家觉得这个都是参与者 必须得采访一下 我们在第一位的这个亚萍老师 我刚才不敢看 两线都不敢看 我猜 所以我都不知道 他怎么扭过去的 刘老师怎么样 出乎我意料的紧张 我以为我比亚萍姐 应该好一点 她说她转弯的时候 吓我一跳 我说会不会横到我们腿上来 开我揭发一下 刘老师 刚才是说 你膝盖绷紧一点 万一摔到我的膝盖上 我们意外可以缝着点劲 我觉得 对 有泡泡哥的方面 我感觉挺安全的 对 我记得泡泡哥哥在一鸣哥哥第一跳的时候 到你那个地方 你动了 加大难度了 其实等于加大难度了 加大高度了 加高了 对 而且是在她快落地的时候 对 在空中没有办法的时候 其实我这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做法 是吧 反而是这个相对来说增大了一些危险性 但是也是我的一个非常本能的反应 我觉得 对 非常不容易 谢谢 谢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的配合 当然谁让我们刚才比拼的时候输了呢 对 这接受的是一鸣和哥哥的 方向惩罚 惩罚 是吧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 谢谢 太棒了 惊心动作 真的是 平时你的这个练习 都是由哥哥来负责的吗 是的 嗯 哥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因为一鸣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在地丁跳远 还有爆发地这一块 就有一定的天赋 作为一个体育老师嘛 当然希望弟弟能够得到 更专业 更科学的指导 所以说在家里面 我也会带她进行一些专练 中小学生的测评里面 2米07这个远度 是算优秀的了 在一鸣二年级的时候 她就达到了2米07 这个地丁跳远的成绩了 哇 真的是很有天赋 也就是说跟同龄人相比 还是非常有天赋的 一鸣 你以后想往 体育专业方面发展吗 我 其实我的梦想 是当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 在家里面我也会带她 进行一些篮球训练 对 我们还带来了一些 在家里面训练的一些视频 好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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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在家里训练弟弟打篮球 还安了一个篮筐是吧 那个熊啊 他有90亿高 90亿 非常的厉害 看得出来我们一名的 不仅是热爱体育 而且有着很好的身体的素养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想完成一个怎样的挑战呢 越过障碍升级版扣篮 具体怎么讲呢 有没有一些数据 给我们分享一下 比如说你的障碍的高度 篮筐的高度大概是多少 篮筐的高度有三个 2米1 2 2米2 2米3 底下要跨越障碍吗 是的 障碍的高度是 90公分 好 也就是说 必须要完成这三轮挑战 都成功 才算我们最终的挑战成功 是吗 是的 他在家里面 平时扣的篮筐是2米10 2米20的话 他有时候能触碰到 在那个近和不近的一个冰云 所以说他今天想挑战这个 2米3 我也是很佩服他的一个挑战的精神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视频中看到的 小时候用的篮筐是2米 现在平时经常练习的是2米1的高度 对 2米2有的时候成功 有的时候不成功 2米3几乎是新的挑战 对 没碰到过的 好 所以我们的一名同学希望能够在多彩少年的这个舞台上 给自己发起一个强大的挑战 是的 那在这里我们要问你了 对接下来的挑战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 大声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 那就是 多彩少年奉勇向前 好 跨越障碍扣篮升级挑战 规则如下 1 挑战分为2.1米 2.2米 2.3米 3级高度 2 起跳腾空后跨越障碍且篮球扣入篮筐即为成功 3 跨越障碍时需保证障碍不倒 4 每级高度有三次挑战机会 规则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 那现在目前是我们的第一个高度 也就是2米1的高度 一名同学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挑战开始 好的 第一轮的挑战顺利通过 好 我们要进行2米2高度的挑战 2米2高度挑战开始 太棒了 目前来看前两次都比较的轻松 发挥的也很稳定 均是一次过关 接下来是我们一名同学从来没有挑战过的2米3的高度 有请裁判员宣布挑战开始 挑战高度2米3 我宣布挑战 我宣布挑战开始 我宣布挑战开始 没关系 每次有三次几个 感觉对于他来说可能这个高度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挑战 这样我们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好不好 好 加油 找一找感觉 找找感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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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 全身先把注意力放在跳上 不要光想着抓起来 跳的高度达到了自然就可以成功了 好 来 我们最后一次机会 加油 一鸣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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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棒了 在这里呢 我要正式地宣布我们的同一名同学今天的挑战成功 成功 成功 我看的是惊心动魄 祝贺一鸣同学 你特别特别的棒 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勇敢二字 可以说是成功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勇敢二字 让我呢非常的有感触 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讲 选才就是首先选的是身体 那么我觉得一鸣有这样的潜质 尤其是他的弹跳力惊人 我觉得你一定会在某一个项目当中 能够发掘你最大的潜能 不管怎么样 希望你们兄弟两个 在你哥哥对你的帮助下 能够梦想成真 早日为国争光 加油 加油 当然了 我们的同一名同学 当之无愧地入围了我们多彩少年 2022年度 少年英雄吧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多彩少年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少年挑战者 既能动手也能动脑 既沉得住又放得开 有这么厉害吗 堪称宝藏男孩 那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让我们一起有请出今天的第二位挑战少年 谢谢 姓名王良博 年龄九岁 身高一米三八 所在地区福建厦门 主要技能快速技艺 技艺指数八星 附加技能速拧魔方 手速指数六星 欢迎梁博 欢迎 来 大家好 我叫王良博 今年十岁 我来自厦门市务士浦小学 仔细一听我还有点东北口音 我就是个在南方生活的东北小伙 是一个在厦门生活的东北小伙 刚才你这个介绍也非常厉害 看来这个技能是不少的 是不是 还行吧 你们这个节目的技能介绍只能写两条 我还有隐藏技能 不得了 只能写两条 还有很多隐藏技能 咱先别说隐藏技能 对对对 咱先把那个明示的技能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不好 可以 所以你的主打技能是哪方面来着 记忆力 记忆力 对了 其实我们还是一个在记忆力方面非常超群的少年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要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主打技能 尽力 对 我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十二乘十二红绿灯大作战 十二乘十二红绿灯大作战 听起来不太明白 来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我们看哈 在这个屏幕上面有十二乘十二一共一百四十四个图形吧 分为红色和绿色 那你可以在短时间里面把它们的排列记住对不对 对 好 用时是多少 三分钟 三分钟 三分钟就可以 那我想问一下 在你三分钟完成记忆之后 我们的这个考核是点对点的考核呢 还是说可以有横列竖列的考核呢 就是可以抽行也可以 也可以让我倒着背回来 就是随便考是不是 对 好的 那我们一会儿呢 一起来用事实说话 好 十二乘十二 红绿灯大作战 三分钟倒计时 开始 请转身 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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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好 时间到 三分钟的时间 各位老师 第五排 从后面数到前面 一上来就是难度啊 第五排从后往前 绿红绿 红绿 红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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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 正确 还有哪位老师 肯老师 给我们出一个 第六 竖着的 红 绿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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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绿 红 绿 红 红 绿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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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正确 对出来的话 我觉得就算是我的话 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回答那么快 说明他在记得的时候 是记得很牢固的 是的 是的 你对张老师了解吗 很了解 很了解 你觉得张老师的记忆水平 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对 敢不敢 跟我们的张兴荣裁判 来对战一举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张老师 可以吗 好 来 有请张兴荣 来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张兴荣裁判 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 帮助我们的这个梁博同学 再找一找他的最佳状态 所以您可以给我们来出一个题目 这样吧 就是在我们世界记忆锦标赛当中 一共会考10个项目 那这10个项目里面有一个项目 是我最厉害的 就是抽象图形 我带这样 你怎么还能拿自己 我准备呢 拿这个项目跟这个王良博来挑战一下 老师说了 用他的强项 对不起 梁博 我没想到啊 就现在咱们裁判 裁判团的裁判员他们这么狠 你敢不敢应战 敢 好 那请您介绍一下具体的挑战规则 一会儿呢 在大屏幕会出现两个五乘五的方格 里面分别有25个图形 那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 记住这25个图形 他们的一个位置 到时候用连连看的方式 把它给抱出来 好的 来 我们来看一看是怎样的一番对战吧 好 大屏幕 来 我们随机出两个图表 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 三分钟 倒计时 现在开始 请转身 好 张老师已经完成了 好 两个人都提前记忆完毕 张老师用了一分多钟的时间 没错 梁博也是提前了十几秒 提前了十多秒 完成了 好 现在就是我们的考核环节 来 请转身 请卢奶奶出题 9号 好 梁博同学 9号 她这个图形对应的是 左边的9号对应右边的9号 回答正确 正确 请卢老师为张兴荣裁判出题 17号 17号对应的是第18号 好 正确 正确 下面 压平老师 21号 回答 左边的21号对应右边的19号 正确 对 好 20号 20号 对应的是第18号 17号 17号 18号 左边的一个17号 正确 简刘刘老师出题 好 梁博 3号 左边的3号对应右边的13号 好 正确 正确 张教练 张教练 23号 23对应的是右边的22 正确 梁博 7号 左边的7号对应右边的4号 正确 张老师 1号 1号对应的是右边的第15号 正确 好 梁博 25号 左边的25号对应右边的16号 正确 正确 张老师 6号 6号对应的是右边的第一个 正确 好 张老师 刚才我们的五轮考核 应该说两位都顺利地完成了 尤其是我们的梁博同学 我感觉心里还是很有底的 觉得他这轮的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以后他一定会 在这个项目上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因为像这个项目的话 我曾经拿过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 所以我很期望他以后在赛场上 能够拿到这个项目的儿童组的世界冠军 乃至所有组别的世界冠军 加油 加油 那聊一下 刚刚你一上场就说 你还有一些隐藏技能好不好 对 隐藏的是什么技能 没来得及说的 阅读 阅读 看书 怎么讲 你是看过了很多很多书吗 对 多少本有没有统计过 大概有一千本吧 这是爸爸给我在图书馆借书的记录 真的是非常的详细 你是从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借书看书了 我印象就是幼儿园的时候 就是学校对面有一个绘本馆 然后就是每天放学都会去那里看书 看绘本了 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课外的书籍 对 那但是你看现在除了学习之外呢 还要练习这个记忆方面的本领 那这个我感觉时间总是有限的 哪还有那么多时间去阅读呢 有啊 有很多时间 比如坐公交车等公交车或者等地铁的时候 甚至晚上睡前写完作业都可以看书 我觉得他这个阅读啊 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了 关键是这习惯不容易养成 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养成这样的好的阅读习惯的 就是爸爸妈妈 基本出门坐公交车也会给我带一本书 我听说后来爸爸妈妈为了这个 让你更方便地阅读绘本 甚至把工作都调到绘本馆去了 是吗 真的 我跟我就是爱人一起就是说 能更好的让孩子去读书 我们就是加盟这个绘本馆 就是给孩子更多的一个提供 阅读的一个机会 对 就这样 这个带动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 真的是很厉害 非常的优秀啊 平时虽然说爱好很广泛 但是学习呢完全没有耽误 平时是不是也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啊 我听说 对 在学校获得很多奖项 大家也可以一起看 哎呀 我们来看一看 看你 确实是很多啊 这就是学霸呀 对不对 非常全面的一个同学 哎呀 我就喜欢他这种 特自信满满的样子 这是经过一系列的努力 今天终于来到了我们多彩少年的舞台 要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挑战了 所以请你大声地告诉大家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的 我们会一起为你加油 喊出我们的口号 那就是 多彩少年奋勇向甜 好的 二号挑战者王良博的挑战马上开始 请我们的裁判员张兴荣来宣读挑战规则 一 记忆现实15分钟 二 以左侧为参照 在右侧找出对应的抽象图形 三 验证过程为 抽行验证及抽力验证两种 两行一列 分别由见证团及裁判团抽取 四 最终答案需全部正确 你没有任何失误机会 请慎重作答 好 那下面有请我们的张兴荣裁判 宣布挑战开始 王良博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15分钟倒计时时间 现在开始 请转身 好 马上时间就到了 三 二 一 时间到 三 二 一 时间到 怎么样 觉得自己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的 那接下来呢 第一步我们要把 面对屏幕的右侧的 这个梯板上的这个卡片 全部翻转过去 请阿勇来帮忙 我们一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六十一号 六十一 正确 五十二号对应十六号 正确 五十三号对应三十二号 正确 六十九号 正确 六十八号 正确 九十号 正确 五十四号 正确 七十二号 正确 九十八号 正确 六十号对应 三十七号 正确 六十二十二号 太棒了 离成功越来越近了啊 一定要谨慎 刘老师 五十二十四号 第十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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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号对应 十号 十号对应的是十号 正确 正确 二十号对应 九十七号 正确 三十三号 三十号应该已经做过了 做过 四十号对应 十三号 正确 正确 五十号对应 六十二号 正确 六十号对应 三十七号 这个也已经做过了 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谨慎作答 七十号对应 九十六号 正确 八十号对应 九十五号 正确 正确 九十号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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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号 正确 最后一个 一百号对应 75号 好 我们慢慢地翻转 最后一个答案 看看是不是 完全正确 太棒了 下面由我们的张兴荣裁判 来宣读挑战结果 我宣布少年挑战者王良博 100加100抽象图形对对碰 全部回答正确 成绩真实有效 裁判张兴荣 王良博挑战成功 恭喜良博 也谢谢我们的两位裁判团的成员 谢谢 谢谢二位 一开始一路都非常地顺畅 就是最后两个 当时是不是有一点点犹豫 遇到什么问题了 为什么速度变慢了 就是我突然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 你觉得这个突然想不起来 是那两个序号 本身你记忆的就不深刻 还是说因为到了挑战的最后环节 你的心里发生了一些波动呢 我觉得我总体记得都是很顺利 但是最后那两个我就是很担心 然后我一担心我就给忘了 还是心里的波动我觉得啊 有点小杂念了 刚刚泡泡哥哥提醒了一句 结果梁博在这里面思考了很久 真的为你捏了一把汗 对 还是成功地挑战了我们的最终的这个成绩 但是我觉得说到底呢 无论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赛场上 都是一个心里 在心里这块 我觉得我们的刘老师也是非常专业的 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才梁博受到了泡泡哥哥的影响 对不对 我们很难专注了 交给你三个字 第一个就是停 先告诉自己 哦 先停一下 先不要急着去回答 或者急着去打下一场比赛 第二个呢就是好 好的意思是说我自己接纳我自己 我知道我现在有点紧张了 我知道我现在有点被干扰了 没关系 这也很正常啊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走 回到你自己原来熟悉的路上 回到你原来思考的 记忆的那个图形的那个路上 心理学里面实际上就是 先觉察 再接纳 然后去行动 但是对于我们孩子来说 其实记这三个字 可能会更简单一点 也希望能够有帮助 遇到任何情况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 当然我觉得电视机前的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们 这三个字都非常的关键 很受用 希望大家都把它们记住 在这里呢我们宣布 王良博入围多彩少年 2022年度少年英雄榜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多彩少年 接近尾声了 相信我们少年挑战者 风格迥异的特点 一定给您留下了 特别深刻的印象 是的 那我们的少年挑战者 之所以可以在这里 精彩地绽放 也要感谢我们见证团 以及我们裁判团的 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支持 他们的梦想 野出电视机前的少年们 前途四海 光芒万丈 多彩少年奋勇向前 感谢您的收看 下支一部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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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